ida 词聪词 音乐飞 词 凯 ng 词 词 词 语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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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妹妹就在元氏英雄榜 是建立的夢想 You 掌聲加尖叫 所有的朋友 大聲一點 元氏英雄榜 可以來上榜 元氏名愛的鼓勵備 來 好的 歡迎收看大家好 我是隊友王洪恩 歡迎收看今天的元氏英雄榜 首先呢 真的一舉共一下 真的 因為你們呢 非常支持我們元氏英雄榜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呢 到各處呢 各地方呢 受到非常大的迴響 那我們 上一季 青春歌手的選拔呢 已經告個段落了 也因為他們非常的努力呢 哇 很多人在吃飯啊聊天 欸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誰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誰 你有沒有看到 哇大家都在討論我們 第一季 青春歌手的所有的參賽者 從這個禮拜開始 我們要展開的 就是第二季 元夢歌手的選拔 那年紀呢 會是在28歲到39歲這個之間 那我相信 這樣的一個參賽者呢 這樣的年齡層參賽者 其實他們經驗呢 都跟我一樣 已經非常豐富了 所以我們可能著重的 會是在個人的特色 再來呢 我們會在一些主題 加入一些創作的部分 也希望藉著這樣的舞台呢 讓各位重新來圓夢一下 所以他們能夠站在這邊的舞台 我相信 真的是勇氣的表現 再給他們掌聲一下好不好 但是呢 我們今天 這個禮拜的表現呢 就影響到 能不能讓他們繼續比賽下去了 因為我們今天 總共23位呢 要淘汰11位 那留下12位 哇這樣幾乎是淘汰一半啦 所以 好壞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留下來 要靠個人的努力 除了靠個人努力之外呢 評審相當重要 我們今天就要辛苦 今天的評審老師 首先要介紹的 第一位 就是我們最美麗的 副威副老師 第二位 我們的好好好好好文 最美麗的羅美丁羅老師 好 南部最帥氣的阿芭老師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要辛苦你們了 好不好 一開始在比賽之前 還是要請老師 大概簡單給他們鼓勵一下 因為我相信他們雖然是 非常的有經驗 但是看得出來他們的表情 相當的嚴肅啊 還是很緊張啦 因為我相信他們 應該也看過第一季的比賽 所以覺得好像還好 但是一上的這個舞台呢 真的不一樣了 好不好 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現在有很多的歌唱比賽 可是在所有的歌唱比賽當中 以我們現在目前 今天參賽者的年紀來說 是比較少的V中比賽 從28到39對不對 那 就因為如此 我希望今天現場所有的朋友 可以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終於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舞台 而我一直相信 音樂是跟我們的生活分不開的 所以各位只要把你們 從以前到現在的一種經驗 這麼難得的機會 我今天就站在台上 好好的把它表現出來 讓所有的人都看到 這樣的信心跟這樣的決心 我希望今天 就是讓各位可以留下來 一直跟我們比到最後的一個動力 所以再次希望現場的朋友加油 好的 有請我們圓夢歌手代表子儀浩恩老師 我是說語言還是夢的部分 OK 也許上一季大家會覺得 好像競爭力非常強 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不一樣的心態 你們應該是帶著那個 已經淬煉好的生命 然後跟你們對音樂的感覺 讓大家看看成熟的人唱成熟的歌 成熟的感情 你們加油 好的 馬上歡迎我們療傷系情歌教主 羅美玲 羅老師 從初選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在家裡 應該非常期待今天 就是在台上能夠有一個 非常完美的演出 那我覺得就是好不容易 我們從這麼多人 就是可以有這個機會 來到圓明台錄影 就是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表現自己 加油 好的 我們男霸天 阿棒老師 今天這樣的一個比賽 顯然就是 這個不好的話 可能就沒有下一次了 所以 要當 在這個當下呢 一定要把這個 自己 最完美的這個演出呢 表現出來 好的 再給我們評審老師掌聲鼓勵一下 好的 站在我身後這23位 所有的參賽者呢 其實他們都是各個地方呢 經營都是經營啊 所以呢 陳汝剛剛老師他們講的 其實他們缺的不是經驗 反而是要適應這樣一個棚內的淘汰 或是比賽的這樣一個氛圍 我覺得只要你們拿出平常心 相信各位呢 一定會把成熟的 歌唱的情感部分展露出來 好不好 再給自己信心一下 有沒有信心 有 我們圓夢歌手有沒有信心 有 好的 那現在呢 馬上來看一下 今天比賽的主題跟規則 請看 經過南北兩區的初選賽後 第二季圓夢歌手 就要進入棚內進行淘汰賽 為了今天的比賽 大家可卯足了全力在準備 就連吃飯時間也一刻不得閒 畢竟這是元氏首次舉辦 28歲至39歲 圓夢歌手的選拔 要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唱出傲人的成績 自然一分一秒都馬虎不得 除此之外 製作單位更利用抽籤的機會 讓各個選手們自我介紹彼此 認識對方 藉此消除比賽緊張的氣氛 到底誰會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順利晉級12強呢 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進行的是12強淘汰賽 將從23位參賽者當中淘汰11人 比賽項目2分鐘自選取 評分標準 歌唱技巧50% 造型及颱風各佔20% 創意特色佔10% 滿分是20個燈 誰能得到評審的青睞獲得晉級呢 好的 所以呢 從這個禮拜開始呢 我們就要展開我們圓夢歌手的選拔 所以呢請大家呢 一定要拿出最好最強的實力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我們今天的比賽了 第一位要邀請的呢 是來自北區初選第六名的謝正南 台灣族他要帶來這首歌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掌聲鼓勵鼓勵 耶 一號是來自屏東台灣族的謝正南 在抽籤時抽到一號 可想而知 此刻的心情是非常緊張 他今天要演唱的歌曲 是童安格的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現在就來看他的表演吧 是誰 好 好 都由你和我 禮拜 你和我 太陽 我依然还记得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我早已经了解 追逐爱情的规则 虽然不能爱你 却又不知该如何 相信总会有一点 你一定会离去 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所有的故事 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好的选择 所有的爱情 只能有一个结果 我深深知道 那却更不是我 既然曾经爱过 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其实每一遍 也不会有太多难过 午夜里的旋律 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你一定会爱我 明天 谢谢 掌声鼓鼓 好 正南 台湾族 对不对 是 哇 我现在看到排湾族我都会怕 因为我们上一季 几乎呢 都被排湾族 还有卢凯族 囊括了所有的席次 来 先跟大家问好一下 好不好 大家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谢震南 来自于屏东的排湾族 谢谢 哇 这一看这个感觉 讲话的方式有点像部落的春干系的这种职位 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我现在要在台中的那个五金行工作 哇 五金行 对啊 哇 顾名思义就是一些铁钉啊 不然就是一些什么钢板的一些 对 现在那个都涨价了 所以趁现在赶快去忙 所以给你报名 会有一些打折的这样的工作 对对对对 我都可以享有九五折 好啦 严格 九五折 你是卖机油喔 好了 言归正传 到底今天正南我们圆梦歌手的第一位代表 会得到什么样评审老师的一个奖励或肯定呢 来 首先有请我们的副尾老师掌评 觉得正南在这个台风 还有他在我们刚刚访谈的这个言语当中 会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很稳重 然后很舒服的人 那然后呢 用这样子来看 其实他选了这首歌 也让我觉得他的 选的方式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很温柔 但是有一点安全的情歌 因为在这首歌里面 在比赛当中我没有办法感觉到你深切的 再多一点点的情绪 就是你是一个很温柔很抒情 但是呢 但是是什么 你要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 才在一个比赛当中可以 让我们觉得你不是平的 你是突出的那一位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蛮期待的 但是在一首温柔的情歌的话 你是有做到的 所有的故事 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好的选择 有请浩文老师 你的打扮让我们欣赏 谢谢 完全是个超人造型的色调 他大概是武金行选秀model出来的冠军 马上有请评审老师给灯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傅伟老师给四个灯 浩文老师给四个灯 罗美玲老师给四个灯 阿邦老师给三个灯 一共得到十五个灯 掌声鼓里鼓里 好 也希望正南在接下来的比赛 如果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十二强的话 把情绪 刚老师讲的部分 还有歌唱的张力的表现再拿出来 好不好 好 再次谢谢正南的演出 再给正南掌声 加剪销 谢谢 谢谢正南 好 二号呢 我们要排出的代表呢 就是在北区初选呢 得到第八名的何志华 他是泰雅族的 要带来这首歌 游鸿鸣的爱我 掌声加剪销 二号是来自宜兰泰雅族的何志华 看着他专注仔细的和乐队老师对歌 想必志华在这段时间下了一番苦心准备 他今天要演唱的是 游鸿鸣的爱我 话不多说 赶快来看他的表演吧 你为了 你 有一切都会 你的笑容 你的愁 你的心情 你的梦 我总忍不住 窠探 追究 在生命的旅途中 我想随你干枯与共 爱我 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 用你怀中 被爱占有 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爱我 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 像你左右 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好好爱我 尤其在人海沙漠 人的心越来越难懂 在我心中 有跟你寄托 爱我 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 用你怀中 被爱占有 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爱我 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 像你左右 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好好爱我 掌声 鼓勵鼓勵 好的 志华你好 一开始先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 大朋友小朋友问好一下 电视机前的观众 现场的观众 大家好 好 志华 目前前出现的观众 我在做访谈性的节目 访谈性的节目 什么叫访谈性的节目 访谈性的就像康熙也是访谈性的 所以他们会访问一些比较综艺的 或是艺人这样比较有趣的 那我就会做一些汽车的访谈性节目 或者是说介绍一些年轻人的访谈性节目 所以呢 应该站在这舞台 应该是蛮轻松愉快的啦 没有 一点都不轻松 还是有压力是不是 我们的棚没有那么大 所以看到这么多人 尤其膚色各方面都不均匀的状况下 会有压力这样 压力还蛮大 而且我旁边坐一个超黑的 不要这样你们泰雅族好不好 不要再像我们不排组的好不好 布农跟排完都比较黑一点 重点 应该也很难得参加这种原住民的盛事 对不对 因为都在外面工作 可能除了祭典之后 应该很难得 在这么多原住民好朋友的状况下 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件事情 对 其实比较少 因为我们还蛮早就到北部来了 因为我妈妈是宜兰花莲那边的泰雅族 好 也希望你好好的享受此刻好不好 好 好 针对演唱的部分 到底评审老师会给您什么样的奖品呢 有请傅卫老师 智华在A段部分 B段部分的假音的部分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因为它是很轻的部分 不会太过于强调那是技巧的部分 它反而把假音变成是一个 转接的一个部分 甚至是一个表达 所以没有那么矫情 我很喜欢 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 用你怀中被爱占有 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我很喜欢你的中音很厚 以这样的音箱来看 其实这样的声音不可多得 但是 对啊 因为通常要像我们这样子 音箱很厚的 身材圆圆的 大概随便唱的声音就会 这么大一捧 所以你有很独特的声音 但是就是在音准的部分 你没有好好处理你的尾音 就是没有抓住 唱进去之后就 就让它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开头重要 结尾也相当相当的重要 好 阿邦老师 你那个音箱为什么要挑 就是因为 你的丹田的力气还不够 我觉得 所以 你自己再回去 如果有看这个转播的话 回去再自己传播 好 其实呢 刚刚丁田老师有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 可能在丹田的部分 气的部分 导致你的尾音有点不足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会 会有用力过猛的情况 会这样子 就是会冲出去 好 之前有看过我们的比赛吗 上一季的 有 所以呢有看到我们李树泉老师 针对这样的疑难杂症 做的一些方法指导吗 比方他说 你要多练这个 有沒有 其实这个方法蛮好的 回去可以练一下 好 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 可以针对这样处理一下 好不好 好 也希望志华再接再厉 马上呢 就要看一下我们志华灯数了 准备接招 有请评审老师给灯 耶 呼 好 哦耶 看一下我们富伟老师给四个灯 好 我们的浩文老师给四个灯 罗美玲老师给四个灯 我们的阿芳老师给三个灯 一共得到十五分摺一颓 dominant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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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好 也比aza intervenable 好 有机会进我们十二场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的缺点 改进优点再把发扬光大出来 好 好 谢谢志华今天演出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的 這禮拜呢 我們就要展開我們 原夢歌手的選拔 請大家呢 一定要持續的關注 說不定 下一個王文恩 不會出現 沒有開玩笑 說不定他們絕對會讓大家 嚇一跳的 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我們的 原始英雄榜 還在等什麼趕快來報名喔